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教给大家如何制作这样的倒放的效果 首先呢,这个是我们的原素材 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素材在时间线上再复制一下 按住out,往右挪 这个没有声音的音频不用了 我们就需要对第二个素材进行一个倒放 在速度持续时间这里,点击倒放 确定 然后呢,我们因为这里是它倒放的情况 我们要营造出一种效果,就把它的饱和度都拉低变成黑白的 在这里我们为它进行一个速度调节 点击右击,显示剪辑关键帧 在时间重映设这里,选择速度 然后就像我们上节课所说的 点击这个钢笔工具 对它进行一个速率的调整 我希望我们这个倒数是从慢到快 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所以在比较开始的地方呢 我就点击一个这个 切换成选择工具 大概做成一个这样有一点斜坡的这个感觉 然后看它的速度 速度还不够快 我们需要把它再往上拉 好的,把它的速率调整到这样就差不多了 倒放速率做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在这个素材箱这里点击右击新建项目 然后建一个黑场的视频 点击确定 然后把它拖到这个视频的位置来 我们要对这个黑场进行两个操作 第一个操作呢 在效果这里搜索一个杂色的效果 杂色呢,就是英文就是noise 就是为这个黑场建立一个噪点 在效果空间这里 把它的杂色数量调高 调到底,调到100% 不要选择这个时间颜色杂色 变成这样,这个黑场视频就大概会这样 我们为它选择一个波形 面形的这个按钮 把它再拖过来 我们要选择它这里波形的类型 我们选择这个锯齿形 选择锯齿形之后呢 我们的方向要让它横着 有一种那种信号失控的感觉 所以我需要把方向改成180度 这个时候改变它的波形高度 对,最好把它拉的有那种一条一条的感觉 这个时候差不多,3000多 然后把它的宽度也稍微加宽一点 不是加宽一点,要加宽很多 让它只有两条这个线在这个画面当中 然后我们要把它的波形速度这里调整到0.5 好,这个时候波形宽度变成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它的宽度再变窄一点 再变得再窄一点 变到这么窄差不多 好,这样的宽度和频率都OK 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对这个视频本身 进行一个波形扭曲的一个变化 首先还是一样 在原来的这个视频上 我们同样给它添加一个杂色的效果 拖过来 但是它这里呢 我们就改变一点点 改到60左右 这样我们能看到很明显的噪点 这个时候我们再选择这个波形变形 就大家都记得 这个原来的视频和我们的黑场视频 每一个都会加一次杂色 然后再加一次波形变形 在波形变形这里呢 这里呢就为它的波形类型选择平滑杂色 把它的波形高度调的稍微高一点 我们还是得把它的方向变成180度 大概是这样一个的波形 但是我们不希望边缘会有一些黑边 这样很难看 我们要把固定这里选择所有边缘 选择完之后我们要把波形的高度拉高 因为如果我们不拉高的话 我们可以预览一下 整个人形是扭曲的 如果看见人形就看不清楚了 我们要把它的宽度调得很宽 差不多到800的样子 能看清人形 我们再渲染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启用这个黑场的视频 把它的不透明度底下的混合模式 改为变量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的这个宽度有点宽了 波形的高度 把它改成40 这里改成800 这样我们再来预览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右键 可以清除掉入点和出点 最后一个步骤呢 我们再选择一个音效 这个音效有一种倒放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来预览一下 加上音效之后 效果会好很多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倒放的效果 谢谢各位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懂 用得会 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 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